这就是咱们家的土豆丝卷饼皮 咱们下完鸡子以后给它醒至10分钟以上 咱们就可以擀了 两个鸡子拿过来以后按扁 抹上油酥 把两个鸡子落在一起 这个可以多做出来几张 然后在那醒着 现在开始擀饼 案子上一定要有油 咱们把鸡子拍一拍 然后擀面杖从中间下 直接要擀到头 从小圆变成大圆 一点点去变化 不要一下子把它拉得很长 然后咱们的土豆丝卷饼 燕子家做的是椭圆形 现在锅温是200 咱们擀好以后就可以下锅了 切记边沿不要太厚 一定要给它擀均匀 然后轻轻的搭上 搭到擀面杖上 然后就可以下锅 烙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再来一个 擀的时候一定要擀到头 然后上下左右均匀受力 擀到头 不要留后边 留后边之后它就是个方形 这个用力要均匀 熟练了以后就可以加快速度了 感谢老铁对燕子的一路支持 别忘了帮燕子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燕子把教程打在视频的下方 揪剂子的手法 还有醒晶的方法都在前面视频里 老铁门翻一下